大家好,我是Michael 那我今天要講那個村民村民計畫 那這是老的專案,大概有四個月以上的 大概人數也有二十個人 還有美國、日本、還有蘭嶼 我最近還知道你是蘭嶼 蘭嶼都有 OK,我們今天最重要最重要 是要講那個找一個市局設計師 RUX之類的 那我們這個就跟一些親朋友講一下 我們是一個關心新聞媒體品質的一個計畫 然後會設計一個手機系統 來做一個品質的一個 對新聞媒體經營品質投票 收集一些Data來分析 進一步對各家媒體的新聞品質發佈報告 很重要再說一次 對各家媒體的新聞品質發佈這個品質報告 那後面兩個話我們兩個就說 那破題一下,這很經典的 那旁邊的人一直跟他喊說中間假新聞 有影片有存在 好,那我們成立要編輯部門 那就是希望那個第一階段能夠有五十個人 那是專業的是組成的團隊 那我們目標這些 社學試劑師就要處理一些網頁的一些功能 那這開封總署 每個畫面都有到必定的 都要一 好像我跟人講快一點 然後我們有些副產品 然後之後災難的時候可以應用 不過這另外再說 那今天有專業的人士 會來跟我們學 我們跟他們學習 互相交流 那個 那個有大學的新聞系的老師 跟那個一個某個報社的 創新研發中心的人 他們都組隊參加 那我們的生理部門 那我們資訊社會 就這樣子 然後當然有的官員會說 老婆們很好騙 那有外星人也會說 我們地球人很喜歡說謊話 做假新聞 我們這個老生常常的 所以最後要分析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 組織之類的 OK 我們要找出真相 那另外就是作曲的 或是拍電影的 這是另外兩個事情 這個我們前年就跟麵克曼 我跟他寫得很慢 那今天可能有一個 畢業於一個技術大學電影系的人 會跟我談一下這個事情 OK 就先這樣子就這樣 謝謝各位